杨德志收到老战友的来信 竟发现老战友被当成特务 生活十分艰苦 1961年 开国上将杨德志收到了一封老战友的来信 战友在信中表明自己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被误会成国民党特务 希望他能替自己证明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杨德志就回了一封信 问战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他左等右等 也再没有等待战友的回信 这位杨德志的老战友究竟是谁 他又为什么会被误会成国民党特务 在视频开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这位杨德志的老战友名叫侯李祥 江陵县人 在他年少时 父母曾花大价钱 将他送私塾读了四年书 直到他15岁这年 他贫穷的原生家庭再也供养不起他 无奈之下 年少的他只能辗转前去荆州 后来由于生活所迫 又来到了武汉 来到武汉的他 深切感受到了中华人民生活在水深苦热当中 于是在他的心中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他想要当兵参加革命 于是在一年之后 16岁的他真的在江西参加了当地的革命部队 后来恰巧赶上红军阔边 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到红军当中 1929年 在所属部队领导的介绍下 他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在随后的军旅生涯中 跟着所属部队南征北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 在部队登记名字之时 由于战友叫他石经常叫李祥把他的姓给引去了 这样叫着叫着 所有人都以为他姓李明祥 所以在登记士兵信息时 他的名字也被错登成李祥 他曾经也试图解释过这件事 但后来叫着叫着 他也就听习惯了 在红军长征期间 他的直属领导就是杨德志 在杨氏团长时 他就是其手下的营长 后来杨生任了师长 他又在其手下当团长 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既是配合得当的上下级关系 又是可以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好朋友关系 在长征途中 他作为一个领导干部 也是身先士卒 从来不惧苦和难 在强度大渡河的战役中 他带领17名战士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1936年 红军成功到达陕北 由于当时的红军 十分缺乏有文化的军队干部 又因为他小时候读过几年书 有着不错的文化底子 就被安排到了延安进行学习 在学习完成之后 他便留在了中央 担任了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副团长 在任期间 他兢兢业业 出色地完成了保护中央领导的任务 但在多年的征战当中 他的身体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 于是组织上就让他去大后方进行休养 在辗转多地之后 他成功投靠了一个在外地的叔叔 在这期间 他结识了当地的一个女子 在叔叔的撮合下 他和这个女子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结婚之后的他 从叔叔家搬了出来 在当地租了一家房子 由于当时时局动荡 他不敢轻易表明自己的身份 当地的领导见他来历不明 也就不敢轻易给他安排工作 因此他自己开了一家小店 生意做的也还算过得去 但要打开门做生意 就不可避免的 会和当地的一些流氓地痞打交道 这一来二去 这些地痞就怀疑他 在外闯荡这么多年 家中应该会有些积蓄 一天 这些地痞趁他外出 破窗进入他家 想要试图找出一些钱财来 在一番翻箱倒柜之后 地痞们发现在他的床底下 有一个小铁盒 他们认定这个铁盒里面肯定有宝贝 来不及多想 他们就带着这个铁盒 逃之夭夭了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小铁盒内装着的 是侯李翔的全部身份证明 抗战英雄竟被村民当成特务 被人戳几两股 长达二十余年 侯李翔为什么会被当成特务 这中间又有怎样的是非曲折 在小铁盒被地痞们偷走之后 他立马就慌了神 没有了身份证明 他该怎样回到组织当中去 不过这件事情 并没有让他忧心太久 因为在不久之后 组织上就派人下来 询问他愿不愿意 回到自己的老家 进行地下工作 重新找到组织的 他十分激动 二话没说 就接下来这个任务 随后他就马不停蹄地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江陵县 开始展开工作 在他回到老家之后没多久 敌人就攻下了这里 当时地下组织里的一些人 禁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 选择了投敌 许多情报人员因此被抓获 敌人从这些人身上 得到了许多信息 好在他在意识到 据点被泄露后 立马开始了紧急转移 但即使这样 依旧有许多我党的 地下情报人员被抓获 其中就包括 和他直接联络的 一位情报人员 于是从此之后 他彻底成为了一个孤家寡人 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直到1942年 有一支八路军队伍来到了江陵 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喜出望外 以为自己终于找到组织了 他立马动身 和这支部队的领导取得了联系 领导在得知他的情况后 也觉得他是一个人才 打算将他收入自己的麾下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离开八路军队伍之后不久 这支队伍就遭到了敌人的偷袭 不得不进行紧急撤离 在撤离的时候 领导是想叫他一起走的 但转念一想 侯李翔并没有拿出 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 从头到尾 都是仅凭一张嘴在说 并且他才刚走 敌人就攻来了 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敌人的奸细 所以领导并没有选择联系他 而是直接悄无声息地撤离了 他回到家后 打算收拾收拾东西 就随部队离开 但等他回到之前部队的驻地之后 才发现此地早已人去楼空 他再一次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次以后 他仿佛任命了 兜兜转转 他又回到自己的老家 计划就此学个手艺 安安稳稳地在这里度过下半生 侯李翔对他参加长征这件事十分骄傲 因此他经常向村民讲述 他在长征期间所干的事 村民们虽然听他讲得会声会色 但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只觉得他在吹牛 新中国成立后 他作为长征时期的老革命 不喜欢被村里的干部所管教 经常当着所有人的面 反驳这些干部 弄得这些干部下不来台 后来为了稳固社会安定 党中央下令 全国各地都要严查当地的居民 防止有汉奸和国民党奸细 混入人民群众当中 在查身份时 对于其他村民 这些村干部们都是直接匆匆掠过 而到了经常得罪他们的侯李翔这里 他们就查得格外仔细 这不查不要紧 一查就查出事来了 他曾经作为长征老革命的经历 没有被查出来 反而是当初进入国民党当卧底的事 被爆了出来 一时间 这位老英雄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反动派 不仅出行要受到限制 还要被村里人戳几两股 活得十分憋屈 二十年后 年过半百的侯李翔 终于联系上了老战友 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出行受限的他 是怎样联系上自己的老战友的 为此他又经历了怎样的苦难 被当成反动派后 他想着虽然自己没有自证身份的证明 但只要找到之前的老战友 为自己作证 那么一定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可惜经过这么多年 他早已不知道当年的老战友们身在何方 再加上他现在的出行受到限制 找到一个认识自己的老战友 谈何容易 机缘巧合之下 在一张报纸上 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 正是他当初的领导兼好友 杨德志 他非常兴奋 马上回家 写了一封信寄给杨德志 将军在收到来信后 也是十分高兴 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也回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 明确地表示了他红军的身份 他在收到信后 不敢耽搁 立马去到了当地政府 向他们展示这封信的内容 可政府的工作人员 听到信的内容后 直接对其嗤嗤以鼻 心想杨德志怎么会和你这种 声斗小民有关系 这封信不用看 都知道是假的 这件事情以后 当地政府认为他胆大包天 竟敢伪造杨将军的书信 对他看管得更加严格 甚至连信件都不准 他再邮寄 迫于形势 他只得与杨将军断开联系 而杨将军则是认为 自己的一封书信 足以为自己的这位老战友 证明身份 也就没有再管下去 就这样过了十年 此时社会的风气 开始逐渐宽松 侯李祥和其家人 也获得了自由之身 但特务这顶帽子 就如同一个心魔般 萦绕在他的心中 在解禁的第一时间 他就不远千里 带着家里所剩不多的积蓄 前往济南军区 寻找杨德志 一路上的风风雨雨 将他的模样摧残得 如同乞丐 到达济南军区以后 他就向门口的守卫 表明自己是杨德志的老战友 守卫一时也搞不清楚状况 只能安排他到旅馆 先住一晚 为了证明他的身份 所谓还叫他写下一些 他和杨德志之间发生的事 以便杨德志分辨真伪 很快 他就回忆起了 与杨德志之间的点点滴滴 得知消息的杨德志 马上放下手中的事赶了过来 听着老战友 讲述他这些年来的事情 杨德志内心充满了愧疚与心疼 于是他再次写了一封书信 并给侯李翔拿了一些盘缠 然后对其嘱咐 你将这封书信 拿到武汉军区的司令那里 他会向所有人证明你的身份 至于这些盘缠 你拿上路上用 可谁又能想到 就在他回到武汉的路上 他的包被偷了 所有盘缠包括证明 他身份的书信全都没了 没有书信与盘缠 他只能狼狈地回到了自己家 这时的他只觉得 老天爷在和他作对 每次在他看到希望的时候 总会发生什么事情 将他的希望破灭 至此 这位当初为心中国立下 汉马功劳的英雄 已经老了 没有动力在折腾了 他再没想要摘下 自己的特务帽子 只想在这安安心心地 过完余生 有心灾花花不成 无心插溜溜成因 1974年 杨将军视察武汉 来到了他家 想要和他叙叙旧 在得知他的遭遇后 他亲自出面 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身份 后来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 侯李翔老英雄 终于摘下了特务帽子 赢得了属于他的那份光荣 和德银一统 在干懒中 律律下了特务帽子